阿倫 大家好 我是盖伊 健身護具的種類繁多 日清月曰 很多人對護具也是充滿著疑問 我到底該不該買 如果要買的話 那我該買哪幾種呢 這集我會針對市面上常見的護具種類 來跟大家介紹各種護具的用途 以及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護具 健身護具的用途不外乎身體防護 強化訓練功效 以及作為特定功能性訓練用途 那我們就從頭開始吧 我個人很推頭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在訓練的時候會飆汗 尤其在做主術訓練的時候 汗低到眼睛真的會影響到訓練節奏 再來戴上頭戴可以比較focus在訓練上 不用擔心頭髮亂翹的問題 你可能聽過有人說 戴什麼手套啊 後面就不要戴手套啊 當然如果你的目標是要去建立比賽 比賽規定就是不能戴手套 那你就必須習慣空著雙手練習 讓肩成為天然的防護 但是平常在訓練的時候 戴不戴手套自己決定就好 不用管別人說什麼 如果你就是不喜歡自己的手變粗 那你就戴 手套分成像是這種肉紙型的 跟這種包紙型的手套 像我自己本身手比較容易脫皮 我就會選擇這種包紙型的 保護好自己的手部 如果上肢護具只能讓我挑一個的話 那絕對就是拉力帶了 很多時候我們在做上肢拉的訓練 像是划輪下拉 硬舉 斜方肌訓練等等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握力不足而終止訓練 你可能聽過 用什麼拉力帶啊 弱者才用拉力帶啊 當然太過度依賴拉力帶也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如果你要去B建立比賽 規則上大多都不能使用拉力帶 那你就必須得習慣 在平常的訓練的時候 就空著雙手去拉強化你的握力 拉力帶有分成好幾種 長得不太一樣 用法也不太一樣 之後再做比較細節的講解 當我們在做握推 蹲舉 或是地盒等等 負重效大 手腕因大重量壓迫 導致不適影響到訓練效果 這時候護腕就很有它的價值 使用的恰當的話 可以有效的避免 萬部運動傷害的發生 那一樣 使用方式的細節 我也再跟大家做說明 一個好的護膝跟護肘 是要可以好好的 鞏覆好我們關節周圍的肌群 切齒保護關節 這邊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材質不了解 或是怕買貴的話 可以先選擇大品牌去做比較 便宜的護膝跟護肘 有可能不耐用 用沒多久就鬆了 起不了它應有的作用 再來有人穿護膝的時候 會想把護膝整個直接提上來 拉了老半天還拉不到位 往往就會誤會尺寸太小 買錯了自己的尺寸 其實穿護膝是有技巧的 一樣 之後我會再針對使用方法來做講解 你可能有聽過 用什麼腰帶啊 可惜你很弱 確實如果你不是單純健美派的人 很怕腰變粗 目標體態就是要維持在一個 非常倒三角的狀態 不然非常不建議過度依賴腰帶 腰帶的選用時機 建議在做例如深蹲大重量的時候 腿部還有能力突破 但背部超出所能負擔的強度時 此時使用腰帶能讓腿部持續發揮力量 延長訓練成效 但如果像是硬舉時 主要訓練背部 太依賴腰帶會使你的背部激勵訓練 因過度保護而受限 若在低強度時就開始使用腰帶 則會大大減少後背 甚至核心肌群練習穩定的機會 腰帶的種類也是非常多種 一樣我之後會再做說明 舉重鞋的鞋底非常硬 鞋根也比較高 會這樣射擊一定是有他的學問在 其目的主要就是能有效 提升某特定訓練項目的穩定度 尤其特別建議 懷關節活動度不好的人 舉重鞋能改善活動度受限 矯正不良姿勢 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 你可能有聽過 還是 大家可以看到在使用彈弓的時候 能有效的幫助低步啟動這段行程 一旦超過這段距離 弓山頭的張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常常被拿來作為 特定功能性訓練用途 目的主要是用來做一些 握推動作的矯正 以及弓山頭超負荷的大重量訓練 至於使用的效果有多少 這點就見仁見智 不過像是彈弓 敲整圈 彈力層這些就比較偏向語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針對符句來做一集影片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或想看更多 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漫人蓋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